诶 这糕点酸酸甜甜的 你喜欢的 如意传中各式精致宫廷糕点 看的人食指大动 现在你也可以当回皇帝嫔妃 尝尝御膳房的好手艺 玉兔 祥云 桂花 宫殿 这些元素图案 源自北京故宫藏品 锦绣 罗伊 巧天宫 不只和连锁披萨业者合作 还和老字号高饼店 推出这款月饼礼盒 以鲁窑 甜青色为主色调 风源受精体取自宋徽宗的 润中秋月诗铁 饼图设计同样来自玉比花鸟 开卖两周 卖出九千盒 做出来的脸绒特别香 口感特别好 宫廷聚狂潮 吹向今年大陆的月饼市场 北京故宫顺势推出多款月饼 包装设计典雅讲究 找来台湾糕点大师操刀 要用正的心意打动消费者味蕾 但六颗要卖台币一千五 尝鲜 口袋得够深 上海这家老店 每年中秋总是大排长龙 一天营收上看七十万台币 全是冲着这一味鲜肉月饼 酥皮松软 一口咬下 甜咸适口 油而不腻 是酥式月饼的经典代表 而台湾人最熟悉的 莫过于广式月饼 油皮薄润 内馅饱满 口味以莲蓉五人为主 另外潮式月饼 类似蛋黄酥 甜式月饼加入当地特产 宣威火腿 金式月饼重麻油 口感松脆 五大传统门派在月饼江湖中 略占一片天 里面可以有几只小龙虾 当然月饼也有新势力 不论是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月饼 还要吐骨头的牛蛙口味都很受欢迎 大陆一年能吞下29万吨的月饼 商机高达146亿人民币 也难怪奇葩味道层出不求 没有醉奇 只有更怪 记者李庭伟 李中方 综合报导